我建议很好 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经理 好不好 就说是一个公司的经理 就让他能觉得 我不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这样他肯定就不会觉得 拖欠了我很多 对吧 我就说我是一个公司的经理 行不行 可以吗 家人们 让他心里好瘦一点 对吧 可以是吧 那是那有个家人跟我说了 我觉得说的挺好 所以说啊家人们 你们要什么好的意见跟建议 你们去彭上的那个 视频下面给彭上留言 我都会看你知道吗 就我就说我是个高管 对 我一年年薪 30万 可以吧 就那样说 免得他觉得我 我好像 也没什么能力帮他们家 知道吗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年薪50万是吗 说30万够了 说30万够了 说30万少了吗 好说50万 说50万 说年薪50万 就这么说 让他心里舒坦一点 对吧 让他觉得 我哥哥还是可以的 我哥哥还是有点能力的 对不对 家人们 你呢 他一直约我是一个小员工 你知道吗 知道吗 给他一点信心 对不对 可以是吧 管他说30万50万 我就跟他说 我明天就跟他说 我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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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部门经历 然后制度联业 赚点点钱 一年有个三五十万的收入 你们家这点事 我现在有能力还能支撑 管你还有点 我也不知道说不说 你们记得他那里跟我说 那里跟我发 发那个微信 我达伯正能量来 家人达伯正能量 嘴又说嫖了 我达伯正能量来 不能提别的平台 达伯正能量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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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嫖了啊 那等于又把我封了 来来来家人给我点播站 点播站快点快点 你明会又把我提示又把我给 咔嚓了 来给彭上点播站的 给我点到二十万去 来三二一来 把站把数据做一做 来说家人给彭上做做数据 我就这个号了啊 就这个号了家人们 那个那两号都封了七天 来给我彭上把数据做做来 十四万呢 刚刚一说漏嘴了 走音色不允许提别的平台了 你知道吗 但我就让他觉得我还是有点点 有点点点点点点小能力的 我也还有个问题啊 家人啊 我今天好好厉害家人 今天双倍点赞出来 我好久没看到你们的双倍点赞的 真的 咱们今天直播间的都是铁粉 都是铁粉 好久没看到双倍点赞的 你们点的我给你们讲啊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倒说还是不说 你们给我点建议好吧 你们记不记得那天的时候 他跟我聊那个聊天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这么说的 他说哥 你再别经常往我家跑了 你知道吗 呃 免得嫂子有意见 听懂了吗 他说免得嫂子有意见 他估计是觉得我 可能三十 已经过三十岁 应该结婚了 是不是他应该觉得我结婚了 对吧 也正常 但我这个年龄结婚的很正常 有小孩都正常 对吧 你说我是跟他说呢 还是不说呢 我应该告诉他 我没结婚 还是不告诉他家 你就我应该告诉他的 扣一 不告诉他扣二 因为他怕 怕 他一直怕我有老婆 老婆有意见 知道吧 你觉得我应该告诉他 真相的扣一 就告诉他 我是单身的扣一 不应该告诉他扣二 应该告诉他 是吧 有两个家人说 不应该告诉他 三个家人说 大多数家人都说应该说是吗 那个扣一 扣一这个阿姨 跟我发了条消息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扣一这个阿姨 今天跟我发了条短 发了一条私信 说得非常好 不是白衣阿姨说的 是那个谁跟我说的 叫个什么 我忘了 我听名叫 忘了 叫什么忘了 他说 彭尔 你要农村的一个小姑娘 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说婆家 你经常一个男的 往人家家里跑 影响不好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这句话 家人们 我 家今天跟我说的时候 有家人跟我说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好有道理 今天有个粉丝跟我发 我突然尴尬了 你知道吗 好像有道理 不是吗 我和你们说过 他们家 他们村里人 不知道我跟他姐的关系 但村里人不知道 我跟他姐 微软的关系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村里人只知道 她姐当年 出了车祸没了 是跟别人谈朋友 出去玩 但是他们村里人 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我 我也 不好意思跟他们家 村里人介绍 你知道吗 也不好意思讲 村里人问我是谁 我就说是他朋友 说吗 我就说是为你的朋友 你们觉得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村里人说实话 我不好意思说 我不好意思说 他村里人都知道他姐 微软是怎么没的 但是不知道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的 所以我 所以我去他们村里的时候 去他们家里的时候 好像是有点尴尬 好像是有点尴尬 今天有个阿姨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如梦初心 因为我 我现在没想那么多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好像去了 去这种是很尴尬 无所谓吗 啥 我跟妹妹谈进来 别瞎说 叫什么 别瞎说 我跟妹妹 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别人 来去把个想法 知道吗 我再讲一遍 家人们 我对妹妹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 知道吗 没有 好吧 我现在就是想把 再给还 我没有别人想 不是 你们没搞明白 家人们 你们没搞明白 就是今天有个粉丝 跟我发出点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有道理 第一个 他们村里人 其实不知道 我跟他姐姐的关系 知道吗 他们村里人 只知道 我是这个妹妹的朋友 知道吗 家人们 然后呢 好像在农村 这样一个男的 天天往 别人家跑 好像是挺尴尬的 你看 咱们直播 都有人 有的人都说闲话 对吧 你看人家村里 肯定有人说闲话 是不是 到家们 是的 扣一 不是扣二 来 没事吗 嗯 嗯 我决定这样吧 我决定这样算得这样 我改天去 我跟他们村里人说清楚算得 本来我最开始的时候不好意思说 最开始不好意思说 我不好意思说是 我是他姐的男朋友 你知道吗 我当时的时候 是真不好意思讲 因为我觉得 你们懂了 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他们村里人讲清楚 你知道吗 当年那个 开车人叫我 还得跟他村里人家讲一讲 免得 给别人小姑娘 对吧 造成了 民生方面不好的一些影响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对着打对 不对打不对来 错了就承认 挨打就立正 对吧 你都为了我自己一点 面子 对吧 就 去毁了别人的名誉 对吧 这也不好 对不对 家人 不要说 你们家人上来跟我聊一下呢 给我们的建议呢 有没有 有没有想上来聊 聊聊呢 给朋友们的建议呢 有了打年来 有了打年 有了打年来 这样呢 给彭大上来年一年 给彭大点建议 我应该应该给他们村里人说实话 不能说农村人话多 你不说了他们话更多 你知道吗 单身二一年是吧 然后年单身二一 申请 我没看你申请啊 你都没申请 谁想年呢 来这好吧 愿意上来跟彭大聊聊的 给彭大点建议的 在公民上抠八 抠三个八 抠三个八 三个八 好吧 电量低 然后 我把你连上来 单身而已 你单身而已 你申请 申请要连慢 要申请 你不申请 我怎么年龄呢 等会啊 我插 等会儿 再把我插个东西 稍后等会儿 我把设备 设备没垫 喂 来 再让一上来 这是个大姐吧 这么年轻 喂 你好 你是 这是个大姐吧 我是阿姨 你是阿姨呀 看着好年轻呀 年轻了 我不能轻 我看你心态还太好吗 心态 你当老板的人 素质还是很好的 精神无名 建设了这么多年 我看你那个 你那个主播 我们看他一年多了 你看 你认识我膨胀一年多了 是吗 那你送了老粉 很老很老的粉 是 我看你是 有情有余的 你那个前女友 做妹子都在看你 你帮你那个妹妹 谢谢阿姨 扛打你 阿姨 阿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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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上 我不是让你上来夸我的 知道吗 不是说我夸你的 你夸了都不好意思 知道吗 阿姨 你做好多好事 你以后的 你的财势越来越好 不是说我夸奖你 想一下 我那个人从来不是夸奖你 是吧 我们看他你年多大 你个小伙子 真的 你比我日子都小 我比你儿子小是吗 是吧 你儿子都多大了 我日子90年的 他两个小孩 我90年三十四岁了是吧 是吧 那挺好了 这样挺挺好了 两个小孩了是吧 哎 那我一个 那是他那个女朋友嘛 也是 是腹背的嘛 但是我们不敢 不敢啥个 不反悲 这个 孙起子弹 我说 你两个活得来 我说 管我们大力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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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您上来 对着彭少爷动化 我看你那个 你的婚姻 我看你的要求力还很高 好多的女朋友追你 我看你还是 这一活是的 我跟你说个实话 阿姨 你的那个婚姻 阿姨我跟你说个实话 我不是要求高 你知道吗 我不是要求高 其实我身边 有很多那种 家里条件特别好的女生 有很多 对家里 又有背景又有钱的 那女生 也很多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很多这种 家里条件特别好的呢 他就有点什么 娇生惯养 你知道吧 有点公主病 我最讨厌的就是公主病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是跟我们养的相话 本来 本来我 对本来我说个实话 我也不需要找个什么 在世界上对我的帮助 或者娘家都有钱的 我不需要找这种 知道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明白 所以不是我要求高 我不是要求高 我这么讲 我看到的那个意思的 我们一直都没有 就是相处的舒服的 知道吗 明白吗 就能相处在一起很舒服的人 我实际上找个这样的人 我实际上找个这样的人 你说长多漂亮 其实我也不太在意 你知道不长得丑 就完之了 知道吧 你不要说长得像明星 像网红 我也没这种想法 我真没这种想法 你说 你的 我说个不好听的话 家长嘛 女人的年龄 女人的容貌 她其实保质期 也就是三十来年 对不对 是不是 三十岁过了以后 你该咋样还是咋样 那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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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打你活到 打比方你活到七十岁 那剩下的四十年怎么办呢 对吧 嗯 我也随时喜欢说这个话 我也 那时候 我 我也做了两个媒体 我说的 说媳妇 嗯 总的来说 要懂事的 在这个家里去过日子 对 嗯 你哪个不懂事 走到那个家庭 搞得无缘长期 你不把别人家庭还大 所以 对 所以我 所以我之前就说过一句话吗 我觉得 古话说的特别好 叫什么 叫取妻取得 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一个家里 一个家里的母亲 媳妇 如果会做人 会做事 这个家里的福气都多 对不对家人们 如果一个家里的娶的媳妇 对吧 瞒不讲你 这个家里麻烦多 是非多 对不对家人们 很懂 嗯 这个道理我懂 知道吗 所以我不是说像你们说的 我就是看到你很懂事 都是你这说媳妇 都是要说这样的 我还 我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没有看那个 对对 现在我跟你说 那些脑有条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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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处理 对对 不要说媳妇 要说那个小妹儿 家庭穷的 她很懂事 心也好 对对对 哦 就是就是我 我什么意思 就是我 其实我不需要找什么 条件 家里条件 特别特别好的 特别 好这种活的门 我不需要 哎呀你没得搞 哎呀你没得搞 对对对 行行阿姨我先放你下去了 好吧 谢谢你啊 好嘞拜拜 你这叫大姐样子呢 好拜拜 要得 祝你祝你 说给好的朋友 哈哈哈 现在暂时不想考虑这个事 我现在暂时不考虑这个事 家里嘛 我是说让你们给我的建议 不是让你们上来跟我 说媒的 知道吗 其实其实我 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 家里嘛 我这捧着装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找一个 什么什么门当户队 好像给我世界上多大帮助 家里多有钱多有条件的 我不需要 我真的不太需要 因为我早就 我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你要那个榜一这个大姐 曲姐她前两天跟我发来消息 她说朋友 你给她家里 还那笔票子 最好跟你家里商量一下 对吧 你这么多票子 你要跟你家里父母商量一下 我说曲姐 我说我早就财富自由了 懂吗 所以我